嗨,大家好,我是大西妈妈 有个网友问我要烟花柱的编织 这就是烟花柱的花样 非常漂亮的一款花 十五针四行是一组花 看着呢,好像很复杂 其实织起来呢,超级简单 特别适合新手来编织 下面我演示这个花样的织法 这是一个编针,开始织花样 第一针上针,然后织十三个下针 好,再织一个上针 十五针的花样就是这样排的 一上十三下,一上 就这样继续循环 一上十三下 一上 最后一个编针 这是第一行的织法 第二行,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 编针 一下 十三上 再一下 再一下 反面行始终是这样直 一下十三上 一下 第三行 第三行是这个花样 唯一的一个要有变化的地方 编针 一上 左、左、上、四、饼、一、二、三、四 这四针一起织出一针来 好,然后空加一针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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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加一针一下 一共织五次 织完这五次以后 再空加一针 再织一个右上四柄一 剩下的这四针 右上四柄一 先以下针的形式 把这个针挑下来 挑到右棒针上 好 挑下这三针来以后 最后这一针织一个下针 然后呢 把没有织的这三针 拨收过来 这样就完成了右上四柄一 最后再织一个上针 花样完成 继续循环 我再演示一遍 一上 左上四柄一 空加一针 以下 一共织五个空加一针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再空加一针 右上四柄一 右上四柄一 还可以这样直 把这四针全部以下针的形式 挑到右针上 不直 就是把这个针目变换了一个方向 然后把左磅针 插进这四针里面 左磅针再上 右磅针再下 这个样呢 再一起织出一针来 这也是一个 右上四柄一的织法 这两种方法 你喜欢哪一种 就用哪一种 好 再织 一上 变针 第三行就织完了 第四行和第二行的织法 是一样的 一下 十三上 加的这个针呢 也都是织上针 一下 十三上 再一下 和第二行的织法 完全一样 这样 这个花形就织完了 这个花形是不是特别简单 这是这个图解 你可以截屏 这样看这个花形实际上呢 第一行第二行和第四行都是上下针 只有第三行织的花样 这个符号呢 就是做上四柄一 这个呢 是右上四柄一 特别简单 新手呢 特别适合织这个花样 这个花样呢 我感觉它美轮美奂的 织出衣服来呢 也非常好看 如果你织的时候呢 这个底下呢 你可以织两到三行的这个搓板针 再不需要织其他的边 因为它自带薄朗 所以呢 它织一个休闲款的衣服呢 也特别好看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 再次准备